好 我们来看到AI产品的战火已经延烧到社群上面了 还记得挥打黄软勋来台湾的时候掀起的AI旋风吗 现在超委执行长苏之锋也即将要来台湾拜访供应链 也象征说这个AI的热潮真的是不退的 那外界就非常关注挥打的产品 我们先带你来看看挥打的显卡上市是不是踢到了铁板呢 因为玩家们对这一款的显卡性能好像是不太满意的 上架不到一周进展就降价 那么这一款是哪一款呢 是RTX4060的显卡上架不到一周就降价了 在德国降到了310欧元 那法国呢则是打折到309欧元 上市是只有六天而已已经降价了6% 那么日本更惨了 开卖第一天竟然出现这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场面 来看这个门市竟然只有一个人在排队而已 也显示出呢 玩家们似乎对这一款显卡的性能不是太满意 所以现在外界也认为说回答真的要小心 因为这个时候市场的另外一大竞争对手超伪 真的来势汹汹 因为有一家呢 人工智慧的软体企业就有公布这个评测报告 超伪的人工智慧晶片效能 大约是回答晶片的八成嘛 那么未来有可能很有机会很快 就可以并驾齐驱了 我们来看看规答7月3号的股价表现 是424.13美元 而市值呢 是1.05兆美元 而超伪呢 则是114.82美元 市值是来到了1865.12亿美元 而这回超伪苏之锋来台倒数 似乎是要跟黄仁勋拼人气的 我们来看看推特上面呢 他每闲着发文的频率突然变得很频繁很密集 这回是传出说他7月19号就要来台湾 拜访了台湾的供应链啊 那现在他的穿搭真的是蛮受到关注的 来看看他的穿搭呢 可理说是这个晚礼服 而黄仁勋呢 过去是以皮衣还有黑T恤现身 所以苏之锋 过去其实他是以女强人的裤装现身 但是来看看这一张 其实是他最新的贴魂 他是穿着非常优雅的晚礼服哦 原来后来发现 他是要去参加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宴 而只需要来观察看看苏之锋的推特 其实在黄仁勋爆红之后 这个有趣的现象 大约是五六月嘛 那苏之锋的发文大约是四则 还有三则贴魂 但是现在大家发现说 其实在这个之前 有时候苏之锋的发文呢 是一个月甚至是不到一则的 也让外界联想说 这样子这么频繁的发文 是不是也希望至少在网络声量上面 不要让黄仁勋专美你钱 以往在公开场合 多半穿着西装外套搭配长裤 以女强人装扮亮相的超委执行长苏之锋 这回跌破众人眼镜 身穿露肩腕力服黑白简约设计 搭配银色项链散发优雅气质 原来是要参加白宫国宴 苏之锋还特地在推特发文 与黄仁勋互别瞄头 总是以黑色皮衣亮相的黄仁勋 今年五月旋风访台引爆AI热潮 巧合的是苏之锋在推特上 突然增加了发文频率 五月及六月分别发了四则及三则贴文 两人战火一路延烧到社群 谈到女儿苏之锋 骄傲的神情全写在脸上 事实上苏之锋与黄仁勋 不仅都来自台南还是远方亲戚 不过他们的公司在AI战场上 可是竞争关系 这些伺服器的组装厂商 也并不希望看到所谓的NVIDIA 一家独打 这也就是说苏之锋 为什么这一次要来台湾 然后展现出他的一些 在人工智慧方面的一个实力 苏之锋将在七月十九号访台 为台湾供应链带来潜在合作关系 在这之前苏之锋不同于黄仁勋 在美中敏感知记 选在七月六号前往中国 到上海世界人工智慧大会发表专题演讲 一举一动受到高度关注 三例新闻杨超沈一亭 配备